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罗儿姐 欢迎来到罗儿姐养生堂 葡萄干滋味香甜,是许多人都喜欢吃的零食 葡萄干有一种吃法是抗癌降三高的好方法 人人都能够绝,在家就可以做 葡萄干泡醋、抗癌降三高等功效更明显 葡萄干与醋配合以后,葡萄干将变成酸性 如此一来,使它所含有的花色素更趋于稳定 葡萄干只要与醋配合,将有如虎添翼一般 能够更有力发挥出花色素的效果 取食材葡萄干200克,醋200毫升 做法第一步取大概10勺的葡萄干 第二步把葡萄干放入活力瓶之类的密封容器中 第三呢,是将醋倒入放置葡萄干的容器里面 第四步呀,一直倒醋呢,淹没过葡萄干为止 第五呀,只要淹一叶呀,醋就会浸入葡萄干里面 使葡萄干膨胀了起来,一天吃一大勺就足够了 但是呀,由于葡萄干含有的卡路里稍高 虽然呀,它有益健康又美味可口 但是呀,还是不要吃太多 一天适量的葡萄干,摄取量呢,为一大勺即可 醋的摄取量呢,也不要超过一大勺 那最后啊,卢姐提醒一下 葡萄干呢,一般是直接可以吃的哦 就不用再洗了 第二呢,是天气热呀,可以放冰箱冷藏 这样呢,可以增加口感 第三呢,是泡好后的醋汁呢,不妨倒掉 因为里面呢,会有杂质 而且呀,葡萄干吸引熟过多的醋汁以后呢 也会影响口感和气味 这个好方法指导的人呢,其实并不多 加点醋啊,就可以使葡萄干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那抗癌酱三高的饮食呢,是少不了它的 那赶快告诉朋友们,我们来学一学吧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呢 可以在留言区啊,给我留言 同时呢,不要忘了关注我们